寒流发大财 我相信这位不分区的议员 他才是真的是寒流发大财的其中一位 挖高雄的墙角 或者是扯我们的后腿 来争取媒体曝光 或上节目拿通告费的机会 自己发了大财也要让大家发财 不要老是要挡别人财路 高雄新闻局长王浅秋火力全开 话说的酸溜溜 就是因为桃源市议员王浩宇 又想要打寒剑工 王浩宇在联署上列出 高雄市公司登记状况 来观察整体经济 并强调过去三个月到了825间公司 质疑高雄发大财了吗 还要韩国瑜专心试证 不要整天思考是否参选总统 在他上任之后 我们观察高雄市的公司登记 却发现说 其实高雄有很多的企业 是选择结束公司的 那这代表说他上任之后 公司的一个经济 其实并没有改善 经济部公告 在去年底要求 全国性的废值 有6000多家的企业登记 那么其中当然包含了高雄 这个是全国性的 在设厂登记的部分 其实在高雄的部分 是增加了71家 并没有减少 表示大家是看好 这个地方的一些景气 拿出数据和修正过的公司法 这脸打得好扎实 同样是桃圆市议员的黄敬平 也看不下去 在脸书质疑 桃圆工厂卸业的比高雄还多 怎么就不提 还要往后语别断章取义 用片面数据 形塑一种似是而非的打脸 只会凸显自己低能还笑人家无能 过去就曾用请假喝酒 狂黑韩国瑜 桃圆市议员越界 死咬着韩国瑜不放 屡遭打脸 想趁寒流刷存在感 没想到这回又再度踢到铁板 接下来高雄中文报导 藏 镊 亮 词 镑 镑